7月份进入了求职季 那么现在社会新鲜人 夯什么工作呢 台中市就业处 透过了网络调查 发现了最受年轻人 喜爱的职业类别是工程师 而票数最高的则是 专案管理师 而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工作有挑战性 前景看好 以及薪资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毕业季求职季 现在的年轻人 想找什么工作 文书行政方面的工作 义务管理师或专案管理师 或是病例管理师之类 工程师 软体工程师那类的吧 行政工作后补习班老师 街坊回答五花八门 你听出来的吗 这里头有人讲到热门职业 可能也是偏软体的部分吧 跟电脑相关 电脑就是跟还有城市那些相关 没有错就是这个工作 工程师根据台中市 就业服务处的网络调查 最受年轻人喜爱的工作之类 工程师荣登最热门 有超过七成年轻人想找相关工作 而这之中包括软体类 排名在第七名 制成工程师排名在第九名 还有研发及IT工程师 这受新鲜人欢迎的 还有像这样子的teamwork的形式 PM专案管理师 台中市照顾青年就业 由旧服处发起网络调查 并针对年轻人喜爱的热门职业 拍摄职业大白科节目 而看看投票结果除了工程师相关工作 单以票数来看 最多人想应征当PM 也就是专案管理师 而近年来新兴的企划行销类也很热门 拿下第三名和第四名 因为他挑战性高 然后另外就是说他的薪资水准 成长的空间也比较大 进入求职季新鲜人找工作 考量面包之外 工作挑战还有公司前景都在考量之内 台中地处圈台中心点 中科精密还有工业区 产业多工程师及专案管理师相对夯 无论哪个专业 你心中向往什么工作呢